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你同在 沒想到 107跟海外包同步新增了不少黑魔島的新卡 真不愧是親兒子 黛玉真的是沒話說 在此之前我說過了 110開始似乎都會用以前動畫知名的怪獸為主打 推出新卡片 101是黑暗騎士蓋亞 102是超亮龍 103是武裝龍 104是希望皇 105是新城龍 106是槍管龍 現在輪了一圈回來 又開始消費DM10級的資源了 但是這次的新圖我認為非常的有誠意喔 我們就馬上來看新釋出的卡片情報吧 首先是107的卡片 魔術栗子球 效果怪獸等級暗屬性惡魔族 體質300 200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因為戰鬥或對方效果 讓我方受到傷害回合的主要階段 以及戰鬥階段 將此卡從手牌送入墓地可以發動 魔方牌組墓地 黑魔導或黑魔導女孩一體特殊召喚 此效果在對手回合也可以發動 這是個二速效果 發動條件看起來比較囉嗦喔 只能在主要階段跟戰鬥階段 受到戰鬥或效果傷害時使用 不過只是思考一下 好像也是合理的限制喔 第二個效果 魔方場上表測表示魔法史足怪獸被戰鬥或對手效果破壞的場合可以發動 墓地此卡加入手牌 不管是什麼方式 只要場上的魔法是被破壞 自己都能夠從墓地回收 下一張 次元咒術師 暗屬性等級1 魔法史足 體質500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此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魔方牌組或墓地次元魔法一張加入手牌 喔 是一個減少次元魔法的效果 第二個效果 此卡從怪獸區送墓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牌組抽出我方場上魔法史足怪獸數量的卡 之後將抽出數量的卡 依喜歡順序放回牌組最上方 嗯 調整牌組最上面的卡片 搭配真實之明不知道會不會好玩 因為只要從怪獸區送墓都可以發動 所以說當作融合或連結素材獸墓的情況也可以使用喔 原型就是漫畫中幹掉異生龍的速攻魔法 次元魔法 小時候覺得這張速攻魔法很強啊 啊 現在看到這張卡的卡圖 我覺得他在跟我說 我的墳墊 你要人也是 下一張 合體龍 迪馬歐斯 光屬性等級8 龍族 體質2800 1800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從手牌或我方場上表示表示的卡中 將魔法始祖怪獸一體或技術黑魔導卡名的魔法進行卡 一張獸墓可以發動 此卡從手牌特殊召喚 喔 這裡起跳的效果 代價是魔法始祖怪獸 或一張有寫到黑魔導的魔線 看起來蠻好叫的喔 第二個效果 我方主要階段可以發動 從我方場上手牌將融合怪獸包含 魔法始祖的融合素材怪獸送入墓地 將該融合怪獸一體從額外排除特殊召喚 只能在主要階段發動的效果 不過這個效果蠻方便的 只要額外排除了融合怪獸的融合素材 有魔法師 這張卡都能叫 像黑魔導超魔術師徒喔 融合素材有魔法始祖怪獸 理論上就能用這張卡出 混沌幻象 暗屬性等級7 魔法始祖 儀式怪獸 體質2100 2500 藉由混沌儀式來降臨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展示手牌的此卡可以發動 將儀式怪獸以外的黑魔導或技術期卡名的怪獸 一體從牌組加入手牌 最後將一張手牌放在牌組最上方 對黑魔導牌組來說應該是個精準檢索 第二個效果 對手發動怪獸效果時可以發動 此卡回到持有者手牌 魔法墓地黑魔導一體特殊召喚 該發動的效果無效 誘發擋怪獸的無效效果沒有破壞喔 雖然自己會回到手牌 但能夠拉一張黑魔導上場 屆時如果後台有永遠的魂應該會很刺激 超魔導戰士混沌大師 暗屬性等級8 魔法始祖融合效果怪獸 體質3000-2500 融合素材黑魔導加混沌名的儀式怪獸 此卡名的123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此卡融合召喚成功的場合 以五方目的光屬性或暗屬性怪獸一體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怪獸特殊召喚 只有融合召喚才能觸發這個效果喔 用別的方式登場就不行 能夠召喚一隻光或暗的怪獸 最值得注意的是召喚出來的怪獸效果不會被無效化 應該可以協助玩家繼續做招 第二個效果 解放我方場上光屬性或暗屬性怪獸各一體可以發動 對方場上怪獸全部除外 喔很猛的清場效果 既不是取對象又不是破壞 如今普遍的抗性都hold不住喔 配合自身的第一個效果 外張光屬性的怪獸出來 再搭配自己的暗屬性 就能夠輕鬆發動這個效果 第三個效果 融合召喚的此卡被戰鬥或效果破壞的場合 以我方目的一張魔法卡為對象可以發動該卡加入手牌 王牌怪獸會有的遺言效果 看起來蠻合理的 不過可惜限定是正規召喚後 而且是被破壞才能使用的效果 如果離場就能用 那就可以形成一條龍的服務 一笑自己挖素材 二笑解放自己清場 三笑回收魔法繼續展開 唉可惜這不是夢裡啊 再來要看的是海外包WPP2的新卡 魔導師的救援 場地魔法 此卡名的卡一回合只能發動一張 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喔 第一個效果 此卡發動的效果處理時 可以將牌組永遠的魂一張覆蓋到我方場上 黑魔導再也不缺永遠的魂啦 精準檢索舒適 第二個效果 我方將黑魔導或黑魔導女孩召喚 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 以那些怪獸中一體為對象可以發動 和該怪獸卡名不同的 黑魔導或黑魔導女孩 一體從我方目的特殊召喚 欸缺什麼就從目的拿什麼 優質 這是一張經典圖啊 出自埃及篇馬哈特挑迪亞邦多 差點被打飛的劇情 還好瑪娜即時出手相救 而不然遊戲網就要當場完結啦 下一張被撕裂的黑暗 永續魔法 此卡名的一二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我方將野生物以外的通常怪獸召喚 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我方從牌組抽一張牌 野生物以外還蠻合理的限制喔 只要有通常怪獸召喚成功 就能夠抽一 這件事對屍塊 不不不 對黑魔島而言應該很輕鬆啊 第二個效果 符合一下條件的我方怪獸 對對手怪獸的攻擊宣言時可以發動 該我方怪獸這回合 攻擊上升該對方怪獸的攻擊力數值 那條件如下 等級無以上的通常怪獸 使用通常怪獸遺失召喚的怪獸 用通常怪獸作為素材的融合 同步超量召喚的怪獸 必須要自己出去打人才有用的效果 對手會有打過來不能使用 至於限制嘛 基本上對黑魔島來說都算好達成才對 久違的斬龍黑魔島新圖啊 真的好興奮 不知道官方會不會再替斬龍黑魔島出新卡 雖然我覺得紅爹的感覺跟他有點像 但是 我還是想要元祖的斬龍黑魔島啊 這張圖似乎就是當初斬白龍的圖 雖然日本網友這麼說 但我自己覺得 好像哪裡有一點怪怪的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 下一張就不是黑魔島的範疇了 不過由於過於經典決定一起聊 真之光 永續陷阱 此卡名的第一個效果 一會兒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選擇以下一個效果發動 第一個選擇 我方手牌目的青眼白龍 一提特殊召喚 第二個選擇 同名卡不存在於我方場上或目的 技術青眼白龍名的 魔法或陷阱卡 一張 從牌組覆蓋到我方場上 一個是讓玩家特招白龍 另一個是檢索專用魔線 感覺都挺實用的 第二個效果 我方怪獸區親給白龍 不會成為對手效果對象 喔 給白龍指定抗性 OK 第三個效果 無法陷阱區表測表示 此卡獸墓的場合發動 我方場上全部怪獸破壞 這張卡其實就是白龍版的永遠的魂啊 有一樣的副作用也很合理 這張卡圖就是出自 賽特抱著其沙拉屍體的冥場面 看了真的是心痛啊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務必幫我照顧兩大魔王 訂閱鈕和鈴鐺喔 鈴鐺記得要開啟全部通知喔 不然會被平台坑倒 那麼期待下次再見 See you